早晨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10月20日 星期四 現在仍然在身處日本 今天 其實也很幸運 因為今天去逛街的時候 很累 很累 很睏 臨走的時候 竟然留下了一部電話 到了地鐵的時候 找不到 可能留下了在上面 立即跑上去找 遇到一個好心人 幫我收拾一部電話 當然他不是親手交給我 他是交了去Reception 那我就當然去Reception拿回 這位是一個年輕人 十幾十歲 他是說普通話的 可能 應該都是來自大陸的留學生 那麼這個觀感呢 也都令到我覺得 其實來到西方地方 日本當然是西方的 不可以當是亞洲的 因為日本 在明治維新的時候 已經脫亞入歐 那麼你當是一個西方文明國家來說 應該一個人 正常人 在一個西方的文明國家 也會受到一些比較自由 民主 人權這些分圖 應該是會變得很多的 當然 新宿事件成龍裏面那些人渣就不同了 所以 不同人會變成 不同的東西 亦都不能夠一足高大一船人 我們也看到很多日本公司 特意聘請一些中國人來的 因為以往很多大陸遊客嘛 所以他們就需要有些 講中文 可以方便接客 不過 現在 來日本的客人 其實也 不算多大陸人 除了一些大陸留學生之外 其實大部分 都是香港人 台灣人 早一陣子 去吃飯的時候 聽到後面 應該是幾個台灣人來的 聽得出他講話的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講講施政報告 施政報告 我認為這次李家超 是出賣了一群地產商 出賣了一群大媽嫂 因為他們 在施政報告之前 很多 出了文 出了口述 例如東方日報 施永青 例如葉劉淑儀等等 不斷出口述 就說政府應該放寬樓市的加辣 引發水 但是 結果 施政報告出來就沒有提及 減辣措施 地產股當然是捱固了 新地跌了3.5 新世界創了歷史新低 因為它是五合一 應該不是歷史 應該是 16年的新低 長實反而升 可能是受惠的英鎊 恆地跌3.5 順之跌0.7 我們為甚麼要告訴大家 李家超出賣了一群地產商 其實 種種的蛛絲馬跡 我覺得 應該是跟二十大有關 二十大 現在 他們很明顯 早一排的放寬措施 知道跟車太貼了 因為 隨時發生這個政變 當北京出現政變的時候 支持我們的放鬆 是不是犯了龍顏 是不是出了事呢 現在 要重緊 對香港的所有政策都要收緊 怎樣收緊呢 就是對付大商家 我們 跟大家分析一下 為甚麼我會有一個解讀 說之前 記得支持 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當然了 我們誠意邀請 各位 經濟 能力許可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用這個月費來支持我們 如果經濟不好的也不要緊的 我們說了兩年多了 大家共度時間 大家用免費模式 這個我也覺得很歡迎的 因為 免費模式門檻最低 好像這次降了強拍門檻一樣 進一步降低大家的門檻 大家支持我們 用心也可以 用少許時間也可以 不用全部用錢 希望大家多多捧場 幫你無限碌點擊廣告 Share給身邊的朋友 以及多點留言 增加互動 我們說回地產股捱股 原因就是 他們的期望落空 所以恆子再跌 恆子跌到多少 今年底可能穿一萬也未定 因為 二十大之後 當明天公佈了常委的名單 如果習近平 真的好像現在在傳的政變 他發動一場政變 全面控制這個國家 可以告訴大家 香港玩完了 大陸玩完了 會出現一個 很大的災難性 這個災難 甚至乎比起 歷來大家所經歷過的股災也要嚴重 這節我會另外跟大家開一節說 主要是跟大家說 李家超 可能抓到這個 危險了 臨時停停 把這個減辣措施收發 而且 推出了一些 利淡樓時的措施 為什麼這樣說呢 不是一刀切去減辣椒 而只是小收小補 這個 政府就說 他們調整印花稅 但是 市場就覺得 放寬印花稅的程度太溫和了 海外專才需要住滿七年才可以退還買家印花稅 以及新住宅印花稅 意思是說 沒得減 你要住滿七年才可以退還你 這個目標其實是叫做 搶人才 人家 如果真是自在那些印花稅 就不會跟你買樓了 你買兩千萬樓 給三成 給你六百萬 住滿七年才可以退還我 那買你幹甚麼 所以 這個稅行 市場 當然覺得沒有了道 即時幫不了本地人 也幫不了地產商出貨 所以新地 提早沽貨 我昨天也說了 昨天跟大家說新地 說了這個 湯文亮那節 已經跟大家說了 為甚麼 根本他也知道的事情是在倒閉 也不等你 施政報告已經先砍架了 因為知道你沒有了道 就算你 也不會切得太多 因為上面那個 政策 是不會放鬆的 除了辣椒之外 因為 你如果放鬆這個辣椒 即是說 很多人可以上車 這個未必是香港政府的想法 為甚麼 地產商幫你散貨 受害的是市民而已 看著市民 另外還有一個 更加會增加土地供應的 就是 強拍門檻 今次施政報告提出 將香港的強拍門檻降低 例如紐齡50年或以上 但是 少於70年的私人樓女 強拍 由八成降到七成 我們早兩天跟大家說過一宗強拍案 在土瓜灣的美景樓 一期的單位 當時收到78% 差一點 現在可以捲土重來 不過 為甚麼我說這次會對地產商 利膽呢 第一就是 高位的時候 現在也算是高位了 讓你們快點 趕快 放寬你們的重建申請 讓你們給錢給小業主 好了 地產佬 讓你們 先填了一個譜 你們的錢給小業主 讓他們收了錢 他們就可以有錢去買樓了 這個未必是即時 因為 看到市民 你拿著錢 你也不會賣樓了 你給我16000元呎買 我也600呎 也收回1000萬 我拿著1000萬元 還給你買樓嗎 你是傻的 讓你發展商 填填填 很明顯 今次就是想趕一批 那些現在在醞釀 想收樓 又未收得成的那些 趕你們去收樓 讓業主拿著一筆現金 讓他們慢慢撕 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可能 第二 增加市場的供應 接下來 我覺得樓市 上面不會看著樓市去到那麼高的水平 香港現在的樓市泡沫還是很大 昨天跟大家說過 為甚麼 接下來還有一段跌 原因就是這一下子 那個需求沒有了 以往香港升值需求 那個預期是會升值的 個個都來買樓 現在預期沒有了 將來大陸不會放人下來 很大機會是 不會放人下來 既然不放人下來 香港對住屋需求是不會增加 他放甚麼人 我只是放人 不是放自由行下來 不是放有錢人下來 是放窮人下來 填滿你香港 填滿你的公屋 填滿你的縱緩需要 有錢的 有錢買樓的 怎會下來給你 大陸也不行 大陸也不會放有錢人下來 錢走不了下來 我們看到張藝謀已經成功逃亡在美國 但是你不是張藝謀嘛 你沒有門路嘛 人家有嘛 你猜他會再放其他人走嗎 一放你就走的 不會的 所以 接下來香港 住屋需求是會大大降低 公屋就會 所以他們要加快地方建公屋 好了 強泊門檻 70年以上的那些減到六成 至於非工業地大的公下 如果樓齡到30年以上 強泊門檻 降到七成 另外亦會放寬雙年地強泊的申請要求 精簡強泊法律程序 即是加快讓你們強泊 讓你們多些樓供應 施政部也提出簡法規劃環境評估 大規模的山地可以建屋 變成熟地 甚麼是山地呢 沒有規劃的 風火水電煤 道路設計 網絡運輸 市渠 尿渠 水渠 甚麼都沒有 那些是山地 因為 不是有地 你就可以建屋的 裏面 要有很多配套在裏才能建屋的 建一棟樓上面 是不是有水呀 是不是有電呀 是不是有煤氣呀 然後 還有各方面的生活配套 建一棟樓出來 旁邊沒有學校 沒有社區措施 沒有超市 甚麼都沒有 怎麼住 所以 甚麼是山地 甚麼是屬地 以前梁振英不認識 他做了幾十年地產經紀 也不認識 我也覺得很奇怪 他說香港有很多地 當然啦 全部是山地來的 怎麼建呀 好了 不再說這件事了 我們說回這次 為甚麼會出賣 大麻煩呢 應該就是他 可能也聞到陳徐威 上面 清零政策沒有放寬過 習近平 你又告訴我 你們換人的 現在不是嗎 又有政變嗎 那怎麼辦呢 我們放寬了那些 明天要回到7加7 14加14 365加365 不知道 大陸對香港有沒有通關 沒有啦 很明顯沒有啦 那麼你的措施 是不是就是要 掀死地產佬 可能是 所以 不會放你們地產佬 所以這次 李家超 應該就是出賣了他們的 地產商 出賣了這班大媽傻 因為現在老闆不是你們啦 你們沒有壞語權 老闆是中共 中共要我做甚麼就做甚麼 要你李嘉誠在長江中心門口掃地 你就要掃地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展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就說 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